现在我们在FocusActive的车上 然后这是这台Active所搭载的多媒体萤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萤幕非常的大 跟国内的其实比起来大蛮多的 因为它的尺寸来到12.3寸 而且不同于国内搭载的SYNC 3多媒体系统 这一辆中国的FocusActive它搭载的是SYNC Plus 也就是跟百度地图合作开发的系统 所以它内建了非常多的声控以及互联网的功能 它右下角就写着它有声控的功能 然后我先大大来看一下它就是首页的内容 这边有百度地图啊 然后正在播放的音乐 电话 然后 它突然放弃了音乐 我们先关掉 然后回到首页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爱奇艺 然后电影购票 智慧停车场 甚至还有外卖 你可以在车上叫外卖 然后更多服务的内容 里面包含了附近的停车场 加油站 商场 美食 就是你可以透过它的声控 或者是地图来搜寻这些生活相关所需的功能 那我们再回到首页 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声控 你好福特 来啦 我想吃牛排 为您推荐几家牛排餐厅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 第二个 好的 将为您导航到CD牛排龙之梦购物公园店 你可以看到它的声控的辨识能力 跟系统出力的速度 其实都蛮快的 那我们再试一次 你好福特 来啦 帮我查询礼拜六飞北京的机票 你可以看到非常聪明哦 就是可以列出礼拜六所有的到北京的机票 然后可以告诉你升级张跟价钱 好 再来是 你好福特 我想听孙燕姿 福特为你奉上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好听的不得了 然后等它搜寻一下音乐 这边可以看到它真的就开始放弃了 孙燕姿的我怀念的这首歌 所以它整套系统其实我觉得 语音的辨识能力还有处理速度都非常的好 而且真的非常的方便 因为基本上你开车出去所需要的功能 它都可以在就是透过声控来实现 包含调整空调 或是调整其他车内的设施 还有相关的多媒体娱乐功能 都可以用声控来解决 这个是这次我们来到中国试驾FocusActive 除了它的外形差异以外 然后车内我觉得最主要的重点配备